HELLO 大家好 很久都沒有跟大家煮過食物了 原因就是因為自己懶惰 現在我就恢復和大家一起玩下煮食物 近來又冷又下雨 可能在家裡大家都會喜歡吃火鍋 或者做一些鍋物 今天就跟大家做一個雲吞雞 外面你可以吃到的也有些沙鍋雲吞雞 我今次做的是一個簡易的做法 希望大家喜歡 好了 說明做雲吞雞 最重要的材料當然要有雞一隻 另外有雲吞 雲吞方面你可以買一些新鮮的 或者急凍的也可以的 視乎你自己喜歡 也不需要一次過放那麼多包 看看你有多少人吃 我也準備了雞湯 另外 蔬菜方面 一般來說會放小糖菜 但是我今天買不到 所以我就用了蘿蔔來代替 看看你自己喜歡什麼配料 我自己喜歡的豆腐 然後我就用了一個硬豆腐 另外這個可以不放的 有這個瑤柱 火腿 還有冬菇 視乎你自己喜歡 第一步來說就是要清洗一下雞 一般你買回來一些冰鮮雞 或者急凍的雞 其實它都很乾淨 不過你回來也要不斷沖洗一下 還有看看你喜不喜歡一些部分 譬如雞頭這些部分 我是不要的 我一會兒就會切掉它 譬如內臟那些 如果你買這些冰鮮的應該都沒有了 我今次就是做一個圓隻的做法 所以它裡面 我就不會切開它 即是不會斬片 如果你喜歡斬片 也可以 看看你自己的喜好 好了 接著就到處理蘿蔔了 蘿蔔方面 你自己吃多少就切多少 譬如今次我預算吃一半 切了一半 其實那些可以備用 蘿蔔要刨皮 大家都知道 在刨皮的時候 也提醒大家 這些配料 譬如冬菇 瑤柱這些配料 你最好其實 預早一兩個小時 就是先浸了它 但如果你說 萬一都忘記了 想起再做 其實都沒有所謂的 我們一會兒可以用熱水去熬下去 其實效果也是一樣的 好 好了 蘿蔔可以切條或者切絲 都可以 對不起 切條或者切片都可以 那 視乎你自己喜歡 那我就喜歡切片 切好之後 厚切薄切 你自己喜歡 那 那 切好之後 就可以放在一邊備用 那 第一步驟做什麼 剛才說過 就是我們因為 即興 那些瑤柱 冬菇 那些 就未浸好 那我們就 唯有放下去 用水 去熬它 那 就 大概 我想熬到它 這麼多的水 浸過就可以了 好 好 那我們就用慢火去熬它 那我們現在滾了大概十分鐘左右 你看到那些瑤柱都已經開始 散開的時候 其實就差不多OK了 那 至於你說這些冬菇呢 其實用來出一下味 你拿不拿回來剪 其實都可以 除了你自己喜歡 我就懶了 今次我就不剪了 那 我們現在要做什麼呢 就是要加雞湯 那 我 其實挺推介這一隻的雞湯 這隻雞湯 就只有某個市區市場 才有得買 那 信不信都好啦 你不信就最好啦 那就 不信就不要跟我爭火了 那 這一隻的雞湯 它的好處就是它是西班牙製造的 還有 那個味呢 我是喜歡這一隻味的 它是比較濃味一點的 好 好了 下了一些雞湯 我們就下了一些 比較難熟的配料 就是譬如這些 蘿蔔這些 那我們就一次過 全部下來了 對了 那 那 水煮之後呢 大概就煮10分鐘了 那我們還沒下雞 我們現在就 煮一下 煮起了個湯 先 那我們的蘿蔔呢 其實都煮了一段時間的辣 那 那 那 雖然它都沒有淋了 但是不要緊 因為我們一會兒還要下雞 再去煮它 那 所以呢 嗯 其實就不用說真的 在現階段煮得太軟 或者去通 那 但是如果你說 啊我喜歡吃軟一點的 那你可以再煮多幾分鐘 其實也可以的 那 去到這個步驟的時候呢 那其實我們呢 就有一個 嗯 比較 重要的部分 就是我們要下雞了 那下雞的時候呢 我們要先關火 千萬不要滾著這樣 為什麼呢 那 因為呢 其實我們現在呢 是用一個浸的方法去做 那我們把這隻雞呢 不要用太猛火 那 就整隻放下去呢 用一個浸熟的方式去浸熟這隻雞 那 那個好處來說呢 就是呢 它會滑一點的 那 現在不是叫你不開火 用這些火來講呢 是 浸 當然是 它不會熟的啦 那我們呢 要再多加少少的水分 蓋過去 我們呢 然後再開慢火 那我們現在就把那個 水啦 湯呢 就加到一半門左右 那就可以了 那呢 記得呢 我們呢 要用一個慢火呢 去浸熟它 千萬不要用慢火去滾 一滾它呢 其實它就會粗糙的啦 那我們現在就是用一個 對了 這樣呢 其實就會 花一段時間的 那或者呢 你可以先把它呢 先滾起了 那但是你要看著它啦 一滾 你就要馬上收到它呢 就是小火啦 然後慢慢呢 去浸熟這一隻雞的 那呢 在這個滾與未滾之間的狀態之下呢 那這個雞呢 是會是最暖環的 那到最後的 五分鐘呢 那我們呢 就加一些雲吞啊 豆腐啊 下去 那呢 就會變成呢 我們這個呢 這個呢 雲吞雞的啦 那雲吞呢 你可以最後呢 一把生的一起呢 你下去一起煮啦 或者就是 你分開煮呢 都可以的 那呢 我這個是為了呢 貪靚靚仔一點 那呢 所以呢 就分開煮啦 那其實呢 你一起煮呢 大概到最後五分鐘呢 那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簡易呢 這個 是 大家看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啊 多謝你 拜拜 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至今 眾人 五分鐘 they 開發